各位早晨,我是周敏玲,歡迎大家來看《聆聽主聲》 今天是5月13日,經文是在《市道行轉》第18章1至11節 題目是《宣教的夢想隊伍》 這時以後,保羅來了雅典,來到哥林多,遇見一個猶太人名叫阿居拉,他生在本都 因為格魯雕命猶太人都離開羅馬,身近帶著妻伯基拉,從意大利到來 保羅投奔了他們,他們本是製造帳篷為業,保羅因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做工 每逢安息日,保羅在會堂中論,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利人 西拉和提摩太,從馬其頓來的時候,保羅為道迫切,向猶太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他們既然抗拒,為旁,保羅就抖著衣裳,說 你們的罪或血歸至你們自己頭上,與我無干,從今以後 我要往外邦人那裡去,於是離開那裡,到了一個人的家中 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會堂 管會堂的基利斯部和全家都信了主 還有許多哥林多人聽了,就相信受勢 夜間主在議帳中,對保羅說 不要怕只管說,不要閉口 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 因為在這城裡,我有許多的百姓 保羅在那裡的治療一年零六個月,將神的道教訓他們 繼續保羅和西拉的第二次宣教旅程 在50至52年公園的日子 他們開展新的歐洲宣教疆界,探訪了肥立比 貼撒羅尼加和比利亞三個城市 在每個城市中,起初浪潮有新人信基督 之後疾道的猶太人率領群衆迫白他們 直至他們被逐離境 西拉和提摩泰留在比利亞 而保羅卻短暫地停留在雅典 雅典之旅略為失敗 因為希臘的哲學是反駁基督的復活 而這其實是福音的精髓 因此保羅離開雅典前往附近的城市 就是哥林多 神奇妙,他組成宣教的夢想隊伍在這個工場上 從意大利帶來一對猶太人的基督徒夫婦 就是阿居拉和伯基拉來到哥林多 當時羅馬大地叫甲魯丁 他當皇帝的年份在公元41至54年之間 格魯丁命令猶太人離開羅馬 將蘇洞的罪過抵賴在基督徒的跟隨者身上 因此保羅投奔這對夫婦 一同從事製造著棚的業務 他們一面用手藝謀生 一面向猶太人和希臘人分享福音 當神為阿居拉和伯基拉關閉羅馬的門 不能傳福音 並為保羅關閉雅典的門 不能傳福音 但神則開了哥林多的窗 他們在那裡住了一年零六個月的時間 將神的道教訓哥林多的信徒 這是第十一節所說的 當西拉和蒂摩太從馬其頓回來的時候 這個夢想動用又增加了兩個人 保羅為道迫切 專注向人證明耶穌是基督 有些聖經學者認為保羅在此時此地 寫了兩封書信給貼薩羅尼加的教會 我很甜美地回憶神如何為1989年成立的 眾主博道會組織直堂的夢想隊伍 預料香港於1997年會回歸中國的統治 將會有大量的香港移民湧進加拿大 我們一群人就在不同基督教中派背景之下 聚集在一起了 於是在1988年的定期集合討告 其中有什麼人呢 有浸信會的 有長老會的 有香港播道會過來的 有香港中華基督教會的 以及本地宣道會的等等 我們就是基督徒的大集會 我們基礙於什麼呢 在這個歷史的時刻去贏取靈魂 結果是因為美國羅省 張子華和牧師的聯繫 我們就被加拿大播道會收容了 我們的技能和恩賜都混雜不同 從1989年起 我們享受了一段 喜悅的傳福音和直堂的時光 真是開心的 多城播道會的直堂夢想的隊伍至1993年起 有相似的熱衷 卻有不似的成熟 隊員中有很多信諸日子上淺的基督徒 但他們卻是受教的 並且勇敢的一群 他們願意作出新的嘗試 他們也為福音的緣故真是受苦 十分感人 現在我的聆聽主聲每天靈修事工 也有一個夢想的隊伍 時間緊迫每天要上載這個視頻 是不容失缺的 在2022年3月17日 我們的音樂創作者 雍維韻姐妹突然離世 我們的心破碎了 神渣黎好多鼓勵我們的人 強化我們隊伍的士氣 我求神用這個由他感動而來的工具 去栽培和收割更多靈魂 榮耀單單歸於神 在哥林多 保羅看見他勞苦的功效 提多尤士都已經敬拜神的人 管會堂的基利布和全家都信了主 很多哥林多人因信而受洗 雖然猶太人抗拒、毀旁 很多外邦人來接受基督 神組合而成的無人能摧毀 教會主用意仗來肯定保羅 不要怕 只管說 不要閉口 我與你同在 必沒有人下手害你 因為在這城裡 我有許多的百姓 第九和十節 正如先知 以利亞愛壇 自己是以為唯一靜下來的先知 神就以一個看不見的真相來啟示他 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 七千人是未向巴力假神屈失 未與巴力假神親嘴的 列王記者第十九章第十八節 我們可以如此無知 不曉得神在幕後的工作 但他滿有恩惠地讓我們注意到 有神同在的夢想對五是何等的美麗 天父感謝你 從來不離開你的兒子耶穌 也從來不離開我們 你的救贖之民 用我們以忠心的服侍來尊崇你 無論旅途多麼艱難 都繼續勇往直前 多謝你給的夢想對五為禮物 是的 我們不是單獨勞苦作供 你在我們當中 感謝主 願大家在你的工作團隊 福音團隊當中 享受同樣的喜樂 多謝大家收看 元主祝福 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響鈴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一天上傳的視頻通知 謝謝 多謝大家 我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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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